民進黨說他只花了五十三萬去買快篩而已 台北市政府說他要撥了一億九千三百萬去買 那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我覺得柯市府團隊又在混淆視聽 那為什麼會有五十三萬劑 他只有買五十三萬這個部分 這個是審計的決算的數據 決算的數據就是一到四月的時候 你到底花多少錢買這個快篩劑 但是他為什麼說其實他買了一點九三億 我要跟大家報告一下 是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有個叫做公共供應契約 也就是說陳時中部長提到的 所謂的開口合約 一直以來就是 因為這兩三年都是有疫情 所以有疫情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儘量就會把 相關的一些物資防疫物資 就會做一個開口合約 如果未來有需要因應 或者有需要臨時緊急需要的話 我先把這些廠商找來 比如說快篩的廠商 我們就找了十家廠商來 我們先跟他們框好 如果未來我有需要 任何的物資提供的時候 緊急提供的時候 就麻煩你們要優先提供給我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是用公共供應契約的話 我們要提的就是 為什麼台北市政府柯文哲 你講說三月的時候 換句話說 這個不是超前部署 這個不是超前部署 我要給你看數據 我們看一下數據 如果是超前部署的話 他三月二十號就已經講說 四月會大爆發 那個時候他是不是應該就要用 中國公共供應契約 趕快先去找廠商來說 我們趕快我預計它會爆發 所以我們趕快先買 先採購 結果並沒有 你看他們採購的時間是四月八號 最早是四月八號 而且四月八號才採購八劑而已 八萬劑 然後四月十三號才兩萬劑 到四月二十五號 已經很嚴重的情況之下 也只不過再多採購十八萬劑 你看他採購的量這麼少 他自己都預言會大爆發 可是你採購的量這麼少 這個叫做超前部署 完全沒有說 為什麼大家質疑他擺爛 因為你所謂的超前部署 就像陳其邁這樣 一邊去買五千多萬 對 就像我們之前看的 正常的工程程程序上 我們公共的合約 採購的合約裡面 其實就可以看到 像高雄就買了 就花了五千兩百萬 來買這個快篩劑 可是台北市政府到現在 一開始說會爆發 結果只有買了二十萬劑 而且還是在四月八號以後 那許醫院再請教你 這是檢蘇北說的 他說其實中央到五月十三 因為今天是五月十號 那到五月十三 中央會配發給台北市的 篩計是一百一十九萬九 然後為什麼柯文哲還要說 中央都不給我 其實他要講的 我覺得他就是用時間序 來去混淆市庭 就是說一開始 我們還沒有徵用的時候 在這個時間點 在四月八號以前 這個時間點 其實事實上那時候政府 還沒有徵用所有的快篩劑 也就是台灣的廠商 事實上都還是可以 各縣市政府都可以買到 到快篩劑 因為你會看到高雄 也買到桃園 也買到 基隆那時候比較嚴重 也有買到 但是他就是沒有做 等到市政府 等於是那個陳時中部長 要求說要徵用了以後 衛福部要求要徵用了以後 先鎖了 鎖了以後 他就出來跳腳說 我說因為你們鎖了 所以我買不到 事實上他本來就可以先買 他不買 不買等到人家鎖住了以後 他才說 因為就是中央鎖住了 所以我沒辦法買到 所以又穩瑤四天 那個其實是時間序的問題 可是他就拿出來 大聲朗朗說 沒有 就是中央鎖住了 所以我根本買都買不到 所以這是非常惡劣的 這當然 柯文哲是穩賺不賠的 就是其實做事跟做政治的 有不一樣 做事就是說 我先買 我先買 你說陳其邁這個買了 萬一疫情沒有這麼嚴重 被罵死了 買這麼多怎麼辦 對不對 這叫單風險的 對 這叫單風險 另外一種是 我不買 我先hold到 不買 我欠你這些合約 有狀況我再買 等到狀況來 你買不到對不對 他就說被中央徵收走了 他這樣子不會挨罵 他可以罵很多人 你知道嗎 這種很厲害 這就是政治效應 我買的被 放的沒用被罵 然後我不買 我可以罵人 都是你害的 柯文哲扯的在哪裡 是扯在哪裡 如果你事先不知道 然後突如其來 確實有困難 但是柯文哲不是講 他是很神嗎 阿北哲嗎 可是你看到沒有 他醫院的時候就講說 能力會下降 可是他現在到現在為止 基層醫療能力動了沒有 沒有 剛剛羅醫師在 他就說沒有 但我是台北市民 我最近這段時間 特別感受到 台北市民的醫療資源 是最不足的 我不是在那邊講過嗎 如果我在家裡快山陽星的話 我要走30分鐘 才能夠到萬方醫院 找到一家能夠做PCR 然後另外一個 他整 你知道我上個禮拜 我回台大醫院 他整到台灣的醫院 整到什麼程度呢 台大醫院 不大家說幾急診嗎 我回台大醫院 我是固定要回診 結果貼了一張紙 對不起 我們的醫護人員 護理是不足 剩下 你會報應喔 你注意看 他今天講話囉 他說我們是那個 台北市長柯文哲 今天直言 對付柯文哲 不要比對付病毒用心 認為用網軍跟名嘴治國 遲早會遭到報應的 我已經得到報應了 所以剛剛講快篩系 前一段時間 特別急的時候 我每天晚上 日行一萬步 找了五家藥局 買不到一劑快篩 那個兩個禮拜前 我是已經被他報應了 柯文哲今天 在防疫記者會 喊了一口氣 之後回應說 我跟你講 都已經亂成這樣子了 現在還是那句話 對付柯文哲 不要比對付病毒用心 他說 這晚上我想說奇怪 應該討論 怎麼解決問題 怎麼討論那些呢 我覺得很厭煩 你不覺得很厭煩嗎 對於減蘇培說 中央給台北市 快篩計數量第二名 柯文哲說 北北基討裡面 台北市人口數量排第二 按照人口給很正常 這有什麼 反正一開始的快篩 是要給居家隔離者使用 與民眾要購買 用來上班上課的民間 快篩是不同的 我也不想講了 快篩是這樣 買不到是事實 他也認為 開放緊急進口以後 應該再過一週後 就會有快篩了 不過用網軍跟名嘴治國 遲早會遭到報應的 等一下我抓個頭髮 我一直說 柯文哲是坐在黃金堆上的乞丐 台北市有這麼多的診所 剛才羅醫師說 我們願意幫忙 結果你柯文哲 你就是不願意 為什麼呢 你想省的麻煩嗎 最扯的是什麼 台北市是我們醫生 醫護人員最多的地方 醫療院所最多的地方 就現在還要成立野戰醫院 我剛剛看了一下 我剛剛以為我搞錯了 他的防疫計時 剛剛講過用了153萬 只出500本 我剛剛講也是搞錯 我去查才真的是500本 一本平均3000塊 我想說一本3000塊 這裡面是多麼了不起的書 一定是很厚 3000塊的書 買不起那麼貴的書 結果你知道一本幾頁嗎 256頁 有人質疑 他客人說 因為我們這個 訪談了很多人 訪談的人需要153萬 去指出500本書嗎 他是今年2月 今年2月出版的 是由觀光傳播局出版的 所以我真的覺得 這個讓我 我們寫過書的人 都覺得不太可思議 怎麼會有這麼高的成本 你知道我們編一本書 一定的成本 那個印刷 一本多少個 200多頁 一張只多少錢 那智慧財產 誰領的那些反盤費 你知道我最近跟東研院 買了一本歷史的書 這麼厚這麼重 一本才1000塊 1000塊算很貴了吧 你那個可以打死一隻狗 他那個沒辦法 那會被狗交走 要算盡成本要3000 他今天好像幫黃珊珊助選 給我打開來黃珊珊跳出來 我等一下再把那本書 拿給大家看 你有帶來 有 我跟你講 我們議會都被逼著要買 議會要買 為什麼 所以我直接就議會 圖書館就拿到了 我想說市政府 可能市政府的 像我們的圖書館 圖書中心 應該每個圖書中心 都會有一本 嗯嗯 buddy